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呢,再给大家讨论一个非常微伤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在云南,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真的真的是挺年轻啊,我看了算了一下 她大概是刚刚四十二三岁吧 真的,她儿子是刚满二十岁的样子 那她呢,大概是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生的儿子 所以,对,因为她十九岁遇到的她的这个丈夫 然后三年以后,这个生了孩子 然后她丈夫就那个因为抢劫入狱了 然后就是,所以说她现在孩子的话 她儿子是刚满二十岁好像还白 对,也就是说她如果是二十二岁生的 那么现在也就是她刚刚四十二岁死了 对,而且死得非常的惨了 也是,被她的丈夫全身泼了汽油 然后那个,严重啊,严重烧伤 然后最后不治而亡 这件事情真的是,真的是 我看了一下这个采访啊,这个报道 太太沉重了,这个也有她的照片 是一个,真是面目清秀的一个女子 我看,看的样子应该是一个身材也比较窈窕的吧 就是,就是没什么文化啊,小学毕业 然后在云南这个,那个,家里边就是在山上啊 挺闭色的,但是挺闭色的 但是她,她自己其实呢,到外边去打工啊 到城里打工啊,然后还有去广东打工啊 她也不是没有走出过去 而且是,而且是特别能干 特别能干啊,就是农魂啊,这个 还是出去打工,餐馆里边打工啊 还是去这个广东的那个厂子里边 寄件工啊,就是勤劳能干 也是面目清秀,长得也不丑 哎,真的,儿子长得也不丑 儿子长得挺像妈妈的 哎,看了我真是真是,看了我真难受啊 太难受了,就是,哎,她真的是不 她不该死啊,就是她不是那种 就是说,没有,离开她,离开她老公啊 就是没有生活能力,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她老公是一个啊,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啊 就是不务正业的啊,这一个那个地痞流氓啊 然后,在她们这个结婚的这二十多年里边 在监狱里边就呆了两次啊,就入狱就入狱了两次 然后她在她啊,这个,基本上孩子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啊,是在监狱啊,监狱啊,这个 啊,然后,小学没得完,从监狱里出来,然后就开始这个家暴打她,打孩子也 啊,然后,这个,应该是没入狱之前,不知道应该就也有吧,但是可能没那么严重啊 然后,后来又入狱了,啊,这个入狱都跟她家暴没关系 因为家暴就是,啊,报过警啊,找派出所,人家说这是你们的家务事儿,啊,管不了 我的天啊,然后,然后来,到孩子读中学,然后她又入狱啊,反倒对这娘俩来说呢,就是在她 这个老公入狱的这些年,是母子这个是最快乐的日子 最可恨的是什么啊,最可恨的是,本来这个2021年的这个,这个春节 啊,就是,她已经是逃出去好几个月了,然后就是,就不打算再和她老公再过了 就是,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跟儿子一块在外边打工啊,结果就是过年,啊,过年说,啊,是回家过个年吧 啊,回家过个年,然后,啊,她是回她自己的婆家啊,过个年,姐妹们啊,聚在一起 完了之后呢,她,她特别善良,那说,啊,我虽然不跟你爸过了,是吧 但是呢,就是,之前跟你这个爷爷奶奶啊,就是,都,都挺有给这么多年了 所以说,去看看老人,这个孩子的奶奶她是个聋,聋哑人啊,就是,然后她还给老人呢,买了件 花了500多块钱,买了件新衣服啊,然后去看老人,啊,坦坦,宝贝,然后,啊,这个就是,就把那个,她老公啊,就给勾引回了 啊,啊,就是她老公就到她娘家啊,到她娘家去啊,然后就是带了几个兄弟啊,就是去看她吧,也就是,啊,就是在她给她婆婆送了东衣之后啊,然后就,然后喝醉了,就就到,就,就这个,就非得要拉着她回去啊,还要在一起过 然后,然后她,她就不肯嘛,是吧,然后,这个老公,她就使出了这个,这种地痞流氓男人惯常使用的那一招啊 借酒撒风啊,就,就跪下了啊,就哀求老人啊,说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啊,还是我老爸,还是我老妈的啊,这肯定 把自己肯定也是,也是一顿骂吧,是吧,哎呦,是哀求,大过年的,是吧,正月 然后,然后结果呢,这一家人啊,是吧,这个啊,就,就,就开导这个,这个妈妈,是吧,她叫雨秀英 啊,她这老公叫陈继位,啊,就,他们就开导这个雨秀英啊,就说啊,你看啊,是吧,你再给她一次机会吧,是吧,你看,你也放不下,是吧,你要放得下,你,你还回去看,还回去看婆婆干嘛,是吧,你看她也放不下,又过来又来,这个,赔罪啊,是吧,你看儿子也这么大了,是吧,呃,这个,哎,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这个农村 农村里边怎么劝人,是吧,你说你,什么家不是这么,这么打呀,是吧,哎,老了就好了,是吧,哎,老伴老伴老了就好了,然后这个,哎,这个,这个,哎,是吧,肯定她家里人肯定还会说,哎,你看你,你说你现在你,你,你,你这个四十多了,是吧,你说你要跟她离了婚,你还找个什么样的呀,是吧,你再,你再找一个,可能还,还不如她 她呢,是吧,你这个,你,你,是吧,这个十九岁就认识的,是吧,这个,啊,知根知底,老人也不错,孩子也大了,是吧,就能,那个,就是她改过自新了,对吧,哎,就是说,就是能,能在一块儿过,就还在一块儿过吧,我们这个传统不是有一句话,什么说,宁差十座庙都不破一桩婚吗,哎, 当时说,过年嘛,肯定都不少人都在家,就这样啊,就这样啊,就是说,她就又,跟她老公陈继尾就又回去了,那天是,那天是,那天是正月初六,啊,正月初六,其实啊,啊,这个余秀莹她当时她不想回去,就是她妈妈后来,她妈妈后来回忆说, 说,其实当时我女儿啊,就是说,走之前,就说,多着脚啊,就说,妈妈,我真不想回去啊,我真不想回去,哎,就这么着,就回去了,正月初六回去的,二月初三,就被她老公,就是因为一点口诀,啊,两个人吵架半嘴,那,那肯定是,其实她本心里,她并不想回去,而她可能,她可能, 她跑出去了好几个月,她这边也憋着一肚子火,是吧,然后又是跪着,哭着,是吧,把她求回来的,哎,所以,她也觉得不愤,是吧,她也觉得不服,然后她就,就两个人都,都,都分居的,啊,而且,哎,真说起来,真太残忍了,就她把她这个,打的这个浑身啊,两个人在一起睡的话,她把她身上都是掐的清一块,紫一块的,啊, 然后,把她那个,啊,这个,下起的这个毛发呀,都给她拔光了,啊,真太残忍了,真太残忍了,这个,所以她,她就那个自己呢,就是在沙发上睡,啊,然后她就,把屋里啊,泼上汽油,啊,然后呢,她去阻拦她,她就把汽油也给泼在她身上了,然后把汽油点着了,啊, 她老公也受伤了,但是轻伤,她就是因为汽油泼到身上了,全身,大面积的烧伤,啊,那张,啊,那张,全身缠满绷带啊,啊,那个照片真是惨不忍多啊, 然后,这个,就当时她儿子已经就回去,回去又打工了嘛,到广,她儿子当时在广东打工, 然后联系她妈联系不上,啊,然后就,后来,后来,给邻居打电话,是吧,啊,再后来,打电话打通了,她妈妈说了这个,啊,没事儿,结果听着音儿不对,是吧, 然后妈妈说,还骗儿子说,给那个摩托车加油的时候不小心,啊,着火了,烧,烧伤了,她觉得儿子还觉得不对, 然后赶紧就从那个,从那个打工的那个地方,啊,从广东,然后就跑了跑回来, 然后去了医院才知道原来妈妈,啊,全身中毒烧伤,当时夫妻俩都在,在一个病房,儿子就照顾爸爸也照顾妈妈, 强忍着心头的这个恨啊,也照顾爸爸,后来她爸爸,这个住了十多天就出院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没有再去看过,然后,后来她妈妈,说,就得去直皮啊, 然后啊,什么,啊,然后她,啊,就直皮要筹钱啊,是吧,要几十万块钱, 就她儿子,就是,返回工厂去结算,然后打算筹钱的这个过程中,妈妈就死了, 哎,真,哎,真的是,这是人间惨剧啊,是吧,然后, 那儿子就这个,没有安葬妈妈,就一直啊,就把妈妈就是这个,就是,请法医, 请法医这个,就要检验啊,就是说我妈是怎么,什么原因死的, 哎,这个法医后来检验的结果啊,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烧伤造成的这个感染, 是休克性的死亡,是吧,然后就,儿子就,就起诉嘛,是吧, 嗯,儿子是三月份报警的,啊,然后呢,这个十月份才立案, 他父亲到现在都,连拘留都没有,啊,仍然是逍遥法派, 哎,这个儿子,我的确是看到了,啊,就是在那个, 在新浪微博上,他也啊,就是发过一个,那个求助的,啊, 就是说,向社会求助啊,就是,这个,不受礼啊,是吧, 后来这是到十月份立案了,才立案了, 十月十六号啊,才,他才等到了他母亲的这个尸检报告, 啊,就是,啊,就是说,因烧伤导致的感染性中毒,休克死亡, 他觉得这个应该可以了吧,可以是一个证据了吧, 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啊,哎, 就他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妈妈是七月的, 好像是七月二十八号吧,是啊,这个死的, 然后就一直在那个,在那个殡仪馆那动着, 啊,然后,就是因为他,他希望就是发医鉴定出来了之后, 是吧,然后,再给妈妈再下葬,要不然的话, 就是,没有证据啊,因为他,他,他就是要, 要给妈妈一个说法嘛,就是要告他爸爸嘛, 哎,然后就没,没,没动一天,是吧, 就是这个,一百多块钱,啊,最后也欠了这个, 欠了这个殡仪馆,好多钱, 而他爸爸特不是东西,还把所有的这个财物啊, 全部都卷走了,哎,真的是人间惨剧啊, 真的是人间惨剧啊,到十一月份啊, 他妈妈才,才最后才下葬,哎,可是这个事情呢, 还没有,还没有结果呀,真的没有结果呀, 这,这,他爸爸仍然是逍遥法外, 这个,妈妈已经撒手人寰了, 二十岁的这个孩子,是吧,他还说, 他说,一定要给妈妈这个一个,一个说法,是吧, 然后呢,就是,说那你爸爸呢,怎么办呢, 他说,他该判就判,该抓就抓, 出来之后,如果我要养老,我还养他, 毕竟他生了我,但是实际上, 他现在,他都不是他爸的对手, 他现在回,回他自己的这个村子, 他都怕碰到他爸爸,怕他爸爸还打他, 哎呀,因为说实话, 他爸爸现在还是正当,壮年啊, 他爸比他妈也大不了多少岁, 哎,真是,没得可说了,是吧, 哎,说啥呀,你说,只能啊, 就是给大家提个醒,一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婚姻大事啊,还是要多参考父母的建议, 真的,哎呀,像这个啊, 这个年轻的妈妈, 他,他当时, 19岁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已经有婚约了, 已经订婚了, 但是他在路上啊,就是碰到了, 这个男人, 然后,哎呀, 两个人一来二去, 彼此有好感,后来他, 他其实就是跟这个男人私奔了, 因为家人反对啊, 不同意,因为他妈妈, 当时他妈妈就看不上这个男, 就觉得这个男人,这个不可靠啊, 就是,是个地痞啊, 哎,但是就是说啊, 不是有一句话吗, 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是吧, 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些这种男人啊, 就是他,他是个坏男人, 但是呢,可能对有很多女孩子, 涉事卫生的女孩子, 他会有一种感觉, 大家都说他坏, 他对所有的人都坏, 但是他对我好, 哎呀,幼稚啊, 天真啊, 所以就是说, 你看一个人, 你不能看他怎么对你, 你要看他怎么对别人, 他怎么对别人, 他将来就会怎么对你, 这女孩子, 当初是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肯定就是, 肯定就是吃到这个亏呀, 被灌了迷魂汤, 觉得他, 他对, 他那么横是吧, 对谁都, 但是他就是对我好, 哎呀, 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还死心塌地, 是吧, 完了到后来真的绝望了, 是吧, 就是被打的真的是绝望了, 然后决定要离婚了, 可是呢, 又自我贬损, 怎么自我贬损, 又觉得好像啊, 我已经40了, 是吧, 然后呢, 我这个离开, 我在跟他离了婚, 我在找个什么样的呀, 是吧, 你找个什么样的, 你不比一个魔鬼强啊, 是吧, 再说了, 你非得再找一个吗, 你就不找, 你有儿子, 是吧, 然后你自己有双手, 有勤劳, 你干什么, 你都能养活你自己, 你说说你这20多年, 两个人在一起, 你说他爸, 他除了打你, 除了侮辱你, 除了威吓你, 除了, 他给你带来过什么, 这还, 这就是斯特格尔摩, 心理症候群嘛, 是吧, 他就是那种啊, 就是我们这种中国人啊, 就是对女人的啊, 这种啊, 就是好像啊, 怎么这有这么一个人, 都比没有强,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混蛋逻辑, 什么叫有这么一个人, 就比没有强, 你知道很多时候, 有这么一个东西, 是比没有他, 要可怕的多呀, 要可怕的多呀, 就是说, 唉, 我前面不是讲过吗, 这个家暴啊, 就是这样, 就是说, 一定要零容忍, 而且特别是你对那种啊, 前脸还家暴你的人, 然后呢, 转脸就痛哭流涕, 跪在地上, 给你磕头, 做衣, 捣算的, 是吧, 这种男人, 你想他这种, 这样的男人, 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可以说, 既没有廉耻, 又没有底线, 他无所畏惧, 他就这种, 你一定一定要远离这样的, 破皮无赖, 哪怕你对他再有多少肉体上的迷恋, 精神上的那种依赖, 是吧, 真的是, 有的时候受虐是会上瘾的, 就是会当你, 就是当你那个, 这个, 那个过去了之后, 然后呢, 你会上瘾的, 痛苦会让人上瘾的, 真的, 他,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有一种现身的那种, 就好像我, 我, 我, 我现身了, 我为了, 我为了这个家庭, 是吧, 我为了孩子, 我为了他, 然后, 我现身了, 有那么一种现身的伟大, 那种, 那种, 那种自豪, 其实是愚蠢, 真的, 这个命案呢, 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惨案, 人间悲剧, 我真的就是啊, 只是希望, 这个男孩子啊, 这个男孩子在今后吧, 他的人生路啊, 还很长, 刚刚二十岁啊, 是个孩子, 真的, 叫陈昌宇, 真是啊, 希望呢, 就是这个社会啊, 能够善待他, 希望他将来呢, 能够啊, 就是从自己的这种童年的阴影啊, 能够走出来, 能够遇到一个好姑娘, 能够呢, 两个人彼此扶助, 能够好好的成长, 将来呢, 能够做个好爸爸, 能够做个好丈夫, 目前来看, 这个孩子呢, 还是挺勤劳的, 挺善良的, 也挺勇敢的, 他比较像妈妈, 不像他爸爸, 我们还祝福这个孩子吧, 祝福他, 能够呢, 为妈妈这个, 深渊, 是吧, 祝福他将来的人生路, 能够平稳, 幸福, 安康。 那我说你站在于, 我们的婚子里, 我们的婚子里,